詞曲 曲 李宗盛 這次翻唱的歌有前輩歌手、同輩歌手和後輩歌手 先說說前輩吧 為什麼你會特別鍾情於曾路德這首《天國一方》? 因為《天國一方》 自從我入了商台之後 其實更加是對於以往我們《六坨半》 甚至是整個電台的光輝歲月裡面 我想《六坨半》應該是其中可以說是一數二的一批DJ 當時的《大碟》裡面有很多歌我其實我很喜歡 一想起翻唱的時間 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想起YT 想起曾路德 我就想起《天國一方》 壓力大了 是啊 因為我經常在想 如果沒有人做過我才去做 如果有人做過我就不想去做 所以這次我選的歌我都希望其他《天國一方》都不會找到 那麼 想起一個做《天國一方》去挑戰經典的時間 就開始想了 《昔日》這首歌大約是1980年的時彈 現在是2019年也39、40年了 如果當時那個人二十多、三十歲的話 今年應該是70歲了吧 《昔日》的女主角對於男主角的掛念、一些思念 對於這段感情的唏噓 如果男主角聽到他的聲音 當他們是大家是天國一方 隔了這麼多年之後 大家可能七十多歲的時間 大家再次重逢的時間 他們會說些什麼呢? 這個故事其實到了現在的時間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突然間的腦海裡面有很多很多一些想法 然後就開始想 不如我們改編這首經典的時間 不單止編曲也要改編 連獨白也要改編 希望延續那個故事 然後就想一下故事 那是不是應該是故事來講這些獨白? 我也很想知道誰讀這個獨白 到最後我們都通過了 我們就請到胡鋒修哥來幫我手做這個獨白 因為當然一定要找一個比較成熟的聲音的朋友 另外我們也希望那把聲音是要充滿著故事的 你會覺得那把聲音有經歷 或者是在錄音的時間 就完全覺得我們沒有選錯人 因為我們請到修哥來錄音的時間 他其實試了三四次 其實我們好像前前後進入錄音室 都不夠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就已經收割出來 而且在錄的過程裡面 我和阿譚我只是眼望眼 在眼望眼的時間 大家都發現眼裡有淚光 因為很感動 收割是真的很有經歷的聲音 是將這首歌的獨白 推到一個極致的方式 也很感謝修哥 因為當我有這個念頭 想邀請他成為男主角 去講這對獨白的時間 我就說 修哥說 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去幫幫我 在唱片上做這個獨白呢 他就說 哎呀 祥仔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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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是不是找錯人了 找我說話 我說沒有找錯人 我覺得我一定沒有找錯人 很感謝修哥拔刀相助 去幫我做這件事情 很多朋友去出心出力去幫助我 而且是不收紛紋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這個人情仔 不知道怎麼還 一圈圈星光背後 有我阮兆祥 想聽足本訪問 立刻上 811903.com 節目重溫 人情報告 不信心 可知 人情報